大家好 介紹一個很天然的洗臉方法 適合中性和乾性的皮膚去使用 材料用一個牛油果 要變成深色的,不要用鮮綠色的 要摸一下皮膚會開始軟 因為裡面的肉可以壓得融 如果很生的話就不可以了 切開 切開 洗臉方法只需要少少 其他都可以吃掉 如果要留下一次用 牛油果很容易就會變色 其實都沒有什麼作用 準備一些材料去塞 然後就塞少少果肉出來 切開 大約一湯匙匙就可以了 那就要壓一壓爛 用牛油果 即是用牛油果 即是用牛油果 就可以捲起來 用筋會比較滑 索性在保鮮紙裏切開 就準備好 牛油果洗臉的材料 洗臉的方法 就是直接塞在臉上 然後就輕輕按摩一下 然後就再用棉花 即是用一片片的棉花 慢慢抹乾淨的牛油果 就是牛油果的泥 牛油果肉的泥 然後就 你會覺得皮膚很軟 很滑 很滑 如果你覺得不行 覺得好像很油膩 就可以用少少 藥酸性化妝水 抹一下 整個過程都不用濕水 即是直接塞這些牛油果 可以用在乾的臉上 按摩一會 然後再用化妝棉 抹走多餘的那些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試一下這個 這麼天然的方法 我也試過 皮膚的效果是很滑的 即是很適合天氣冷 或者開始乾燥 也很適合 多謝收看 拜拜